金華城容積率弊案案情持續升溫 議會調查小組成員之一的 民進黨議員徐舒華也喊話 容積率從392%漲到560之間 是否藏有不尋查 夜要查 那一上任以後 馬上就已經開始 做了很多很多的 從392到560的部分 第一個關卡先處理 對 我覺得一定要往前查 畢竟週刊爆料早在2017年 沈慶京就試圖找上柯文哲談容積 關鍵2019年 金華城拆除前出現重量級地方人士 協助應屆兩人 在北市大安區招待所見面 甚至有一次在新店某招待所見面時 還曾被厭議名人撞見 臺灣民眾黨黨主席 柯文哲主席 週刊指出 因為柯文哲當時需要創黨資金 在多次會談後 雙方也同意幫忙彼此 而這牽線人究竟是誰 藍綠議員紛紛點名他 那在柯文哲的第二任可以順風順水 造成這種貪汙的事情出來 第二呢 三場便當會的靈魂人物 當然是黃珊珊嘛 而柯文哲對金華城大開方便門 恰好就是在黃珊珊上任副市長之後 關鍵便當會黃珊珊也有參與 引人聯想 面對質疑黃珊珊則透過辦公室強調 謝謝議員指教 期待簡聯誤網誤縱 並禁後司法調查 篩選周圍之後採用台北怎麼的